今天咱们来深挖一下富士相机的五个隐藏功能 无论是富士X系列还是GFX系列的相机都适用 我发现这两个系列的相机其实在菜单上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就不单独做两个视频了 富士相机内的功能实际上是非常的多 只是它们都没有出现在机身上 需要在菜单当中调用和自定义 那这就导致了很多小伙伴并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 这里边还真有不少好用的辅助功能 它们确实在排除当中帮了不少的忙 所以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来吧让咱们手里的富士相机用起来更顺手 富士X系列的相机它的最低ISO达到80 而这个GFX系列它可以达到ISO50 想使用它们是有个大前提的 那就是必须要使用机械快门的时候才行 进入到拍摄设置菜单 也就是左侧是一个照相机的小足标 找到快门类型这个选项 MS是机械快门 ES是电子快门 这两种快门它的本质区别呢是最高快门速度不一样 还有呢就是静音 机械快门它最高可以达到八千分之一秒 而电子快门要快的多的多 高达三万两千分之一秒 同时呢还可以做到静音快门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当把这个相机设置选择为了机械快门的时候 ISO拨盘转到这个L档 那它就是ISO80了 如果没有这个ISO拨盘呢 像我这台相机转动波轮调整ISO的时候呢 您往左就可以看到80或者是50的最低ISO参数了 那至于这个ISO80或者是50能有什么用呢 我用它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快门速度 在不同的拍摄环境中 对快门速度的需求呢是不同的 拓展ISO可以更好的服务快门速度 使用滤镜拍摄长曝光的时候呢 比较的常用 那详细的案例您可以参考我的车轨和日转 也延时的追光笔记 更低的ISO可以有更少的噪点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和相机内最低ISO160的噪点控制 基本上是一样的 平时大多数时间咱们拍照啊 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ISO 尽可能的去控制噪点的产生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又不想时刻的去关注这个ISO的参数变化 那么使用自动ISO去拍照 是一个既偷懒又明智的选择 特别是初学摄影的小伙伴 手忙脚乱一通操作 所以呢这个操心的事是越少呢 咱们拍起来就会越轻松了 问题在于如何在使用自动ISO的情况下 还可以让相机不要自动选择过高的ISO呢 还真有这么一个设置 可以让咱们放心大胆的去用这个自动ISO 在拍摄设置菜单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叫做ISO自动设定的选项 千万别被它这个名称给迷惑住了啊 这个功能呢 就是用来限制自动ISO范围的 在选项当中呢 有三个自定义快捷选项 默认感光度呢 是相机优先会使用的一个ISO数值 最大感光度呢 是无论环境光是否有足够的亮度 相机呢都不会使用超过这个封顶的数值 最下面的这个最低快门速度的设置呢 很关键 当选择为自动的时候 相机呢会自动的分析咱们当前用的镜头焦段 它会以这个镜头焦段的安全快门作为参考 优先使用咱们设置的这个默认感光度 当快门速度低于这个安全快门的时候 相机呢就判断使用更高的ISO了 直到咱们设置的这个封顶数值 每个人的情况呢都不太一样 手持的最低快门限度呢也是不同的 那您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一个特定的最低快门速度会更保险一点 比如说如果您这个有机身和镜头防抖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数值设置的更低 总之设置一个自己百分百能端稳的快门速度就可以了 比如我刚才设置的这一套选择自动1 返回到拍照模式 我选择光圈为F2.8 ISO设置到自动A档 快门速度呢也设置为A档自动 可以看到当快门速度大于我设置的这个八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相机呢它会优先使用ISO160 而当快门速度低于我设置的八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相机呢就会酌情的选择增加ISO了 那有可能是250也有可能是400 总之它最高只会用到我这个设置的封顶ISO400 我认为这个设定啊特别适合咱们旅行的时候 出门玩并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搞什么相机参数 那么设置这样一个限制 加上固定的光圈数值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只需要关注快门速度一个参数 就可以愉快的旅行拍照了 当然别忘了这个ISO限制呢 它是可以同时设置三个不同的预设的 方便咱们在不同的光线环境当中自由的切换 比如说我会设置一个在室外白天的时候 作为自动一 那么设置一个室内或者是暗光环境 作为一个自动二 在设置一个比如说高速抓拍的时候 选择一个自动三 相信大家一定都遇到过拍摘照片 天空或者是灯的位置特别的亮 导致照片的这一整个区域它的曝光过度 而在小小的相机屏幕里呢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察觉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变化 那针对这个问题咱们需要打开高光提示功能 进入到设置菜单 也就是左侧小扳手的图标 选择屏幕设置 一直向下翻 找到这个显示自定义设置 然后里边有一个实时查看高亮警报 勾选上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相信我高光提示功能真的能帮大忙 打开之后在拍摄的时候 一旦这个屏幕上您看到了黑色闪烁的提示 那么就说明这个区域正处于曝光过度的状态 需要引起注意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立刻采取一些措施 想办法把这个区域给保回来 通过设置参数 降低曝光或者是使用滤镜都行 至于如何控制曝光 您可以参考我做过的直方图和包围曝光相关教程 高光提示功能呢 是我每次拍摄必用的 在我这两台相机上啊 它都是常年打开的状态 特别是拍摄日落和大光比的街景 还有呢 就是夜景的时候尤为重要 富士相机的镜头呢 全部都是没有对焦距离窗口了 也就是说无法在镜头上 直接看到目前对焦的距离了 但是相机当中呢 其实有这么一个电子的距离标尺 进入到设置菜单 还是这个屏幕设置 选择显示自定义设置 打开自动对焦距离提示 和手动对焦距离提示 这两个选项 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呢 您就会看到屏幕最下方啊 就会出现一个对焦距离的具体数字了 那无论是自动 还是手动对焦模式 都会显示当前的对焦距离了 也会更方便您选择对焦到无限远了 在暗光环境中 对焦会比白天要更难 比如说拍摄城市夜景 或者是光线条件不太好的室内 还有呢 就是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也不好对焦比较小的物体 再或者呢 是咱手里这个镜头本身素质 不是很高 对焦本来呢 就特别慢 总之 遇到对焦问题 可以尝试一下 相机当中的AF加MF功能 在这个AFMF菜单当中呢 您可以找到这个AF加MF功能选项 选择打开它 它的这个操作方法呢 特别的简单 仍然像咱们平时使用自动对焦 拍摄是一模一样的 半按下快门 让相机自动去对焦 那无论它对焦的结果 是否准确 同时咱们可以手动转动对焦环 进行一个手动对焦 那这个时候相机就会放大对焦位置 并且出现一个手动对焦的聚焦提示 方便咱们去观察合焦的位置 当然你得同时打开了这个手动聚焦助手才行 选择峰值对焦那个选项 AF加MF这个功能的操作呢 有这么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这个功能它只能在AF-S的单次对焦模式下才可以使用 所以使用持续对焦抓拍高速移动的物体是不行的 况且咱在这过程当中也来不及手动对焦去修正了 第二呢在整个的对焦过程当中 注意一定要一直半按快门不要松手 同时进行手动对焦才行 直到对焦完毕按下快门去拍摄 那使用这个AF加MF这个功能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在保持自动对焦模式方便快捷的同时 还能增加手动对焦的准确性 那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对焦的成功率了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对焦不准 它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的 比如说拍摄的内容太复杂了 相机找不着 对比度不高 很难去识别到那个具体的物体 自动对焦模式也许咱们没选对 那光圈太大 焦屏面太浅 也会出现这类的问题 导致了相机在对焦模式上会出现了错误 那么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辅助咱们进行手动修正对焦的问题了 同时它也可以减少不少的时间 在自动模式和手动对焦模式之间不停的切换 现在您打开了这个功能之后 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感谢收看富士开小招特别栏目 作为一名使用富士相机的职业摄影师 我想要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希望能给同样在使用富士相机的小伙伴们一些帮助 那用好手里的相机呢 还是离不开实践的 看完视频您别忘了出门去亲自的试一试 特别是买相机打算去记录旅行的小伙伴们 旅行前呀一定要磨练好自己的这个基本功 最起码咱要对这个相机的功能做到一定的了解和熟悉 到了旅行的时候才能做到得心应手 不慌不乱 摄影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有挫败感的爱好 一两次拍不好呢可能就不想再拿起相机了 既然咱都买了相机了 那就学起来吧 这几个富士相机操作指南的视频呢 也许可以帮到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